为了推广环保教育观念 市长维嘉贤 25号上午率领着公所各科室主管 前往了花莲市清洁队垃圾支援回收掩埋场 来进行参观学习 也由清洁队长吴庆展来做简报 还有导览工作 要让环保浴室不分年龄 也从公务员置身做起资源分类垃圾减量的榜样 我们垃圾场说真的 几乎都是塑胶袋 25号上午花莲市长维嘉贤率领公所各科室主管 一同前往花莲市清洁队垃圾支揍 掩埋场进行参观学习 而队长吴庆展则是拿着麦克风 一一介绍场区的配置 也让同仁们更了解到 平时清洁队员的工作内容 那今天也是花莲市公所的一个 等于说科室的一个汇报 那我们把所有的科室主管带到 我们垃圾掩埋场这边 然后还有到我们清洁队本部去做了相关的一个 我们不论是资源回收物也好 垃圾也好 还有我们的一个 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在做的一个业务 那也分享给所有的主管知道 那我们希望说在环境教育这个部分 大家过去可能只看到报章媒体上面的一个报道 但是并没有实际上去了解到 其实清洁队员从业人员的辛苦跟辛劳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也把主管带过来亲身体验 看看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 生活上只要我们用一点心 也许是饮料罐稍微冲一下水 对于资源回收的我们清洁人员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帮助 随着国旅风潮崛起 也衍生出巨大的垃圾处理难题 在去年到访花莲旅游的人潮 就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人次 一座座的垃圾山 其中最多的就是一次性餐具 还有垃圾袋 我们的回收物 其实在过年期间 总共130吨的一个回收物 必须要做相关的分类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也许是外交平台的兴起 造成了垃圾量跟回收量的大增 其实对我们来讲 未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这些垃圾量的处理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能够回收的 不变成垃圾的 尽量把它变成回收物 然后来做相关的处理 那因为我们花莲还是仰赖着 我们怡兰的焚化厂来做焚烧 如果万一他们有税修 或者是有其他的工作 我们可能都是被排在后面 才能够进场焚烧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垃圾物的里面 我们不可能再做掩埋的处理 只能做一些打包站置的部分 那我们真的希望 大家一起共同来协助 我们所有的垃圾的问题 才能够实际上把垃圾减亮 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永续 市长威嘉仙表示 垃圾源头减亮是国际趋势 也是中央行职多年的政策 对于地下人筹的花莲市而言 垃圾源头减亮是必须的 希望四名乡亲能够配合 政府政策一起做环保 而这次的户外教学 让各客室主管 除了了解到情节对业务繁重外 也能普及到客源家庭的环保教育 让资源分类垃圾减亮的习惯 成为生活中的日常 记者 学历勤 华联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